好了,每次的问答比赛 当我说完之后,整排弹出 这次不要太烦,直接介绍我们的几个参赛者 除了经常见到老直小编之外 今天有两个新人组,老人组和新人组 Hello 而现在我们到复活节假期的时间 问答比赛内容当然是复活节 事价一段时间没有给大家回答大家玩 也有观众问我们什么时候会进入问答比赛 因为我们的问答内容都挺精心的 问完之后,甚至乎有些人拿我们的问答比赛 内容再去跟别人问答比赛 就是他们预设了人们没看过GMK的影片 觉得很离谱 好了,事不宜迟,复活节问答比赛开始了 Yeah 第一个环节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题目 那个叫做答不中,你是要投胎的题目 OK,第一条 环规了,没有看一集上答之后 我还没问完,我还没说完 四下答是不敢按键的 就是说这样东西 好,第一条 耶稣死了之后第几日复活呢 1,2,3,4,B 小军,小军 哈,我啊? B咯 C3日 C3日 你没玩意啊?小军,这条 这条叫什么? 不懂你准备投胎复活啊 这条,搞错,这条也不懂了 我只要一分,我只要一分 我只要一分 神经病,三日啊 死后第三日啊 真的吗? 是啊,你没看,你小时候没有读书 没有啊,我现在不懂 小时候没有钱读书 我还不知道是哪里回来的 我觉得第一条都有人要回答 我真的觉得有点害怕 知道这个题目 好,第二条 好,夜宋复活当日 是星期几 我知道 为什么要赶回答案 嘻嘻 我想这一秒 星期一D 答案是D 我还几惊 我还几惊,这条答不中 这条必答题你都读了 我知道,我知道 小军应该小时候读佛教学校 所以完全对复活之后没关系 这些东西是,肯定是 一定是 我还几惊 好,第三条 香港復活之后有多少人家呢? 等我刚才A1,B2,C3,D4 保释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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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答案 小B小B小B 2日 小Creen 真的2日吗? OK Body,不要答 3日 第三条 没有了,没有第四个答案了 是1日 首先 是1日而已 首先呢 第一天叫做瘦难节 对,瘦难节是翌日的 接着呢 通常第三天才是 瘦难节后 隔到第三天就是复活节 所以真的叫做复活节 其实只有1日而已 好久 我计算是翌日 对,计算是翌日 OK,今年复活节是多少 小B1 C C是4月17日吗? 你看看,老职给了手指功力 一个准备補答 阿哥 補答 错了 为什么呢? 好像正人 正人 A A B 4月16日吗? 不是 OK 不是 我想说 我想说 我想说是 我想说是 我记错了 我答案 其实真的是E 小B1 小B1 给他两分 不好意思 你哭吗? 你哭啊 不好意思 你哭啊 你哭啊 我想说 为什么不对呢? 这件事 因为我这边和这边答案 你玩吧 我给你答案 我给你答案 没问题的 最初的复活蛋是什么 4个复活蛋 其实是有指定颜色的 一开始是 4个 黄色、蓝色、红色、彩色 OK 彩色 OK,非常之好 按得快 这个答案 我们下一步 替你 黄色 OK 你是喜欢黄色的 所以你才选黄色 OK 这些 是红色 好,答案是红色的 我真的一分钟没错 因为是 这些像是初生的样子 因为这些 彩色是事后的人 画出来表彩色的 OK 红鸡蛋 红鸡蛋是同一样道理 跟中国同一样道理 复活花是什么花 A3是选B 鸡蛋花才是 D白花 Nero Queen 三色 OK 你专选错的 下一个 我们 鸡蛋花 你打算复活蛋 还是鸡蛋 我打什么音乐 这个老师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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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section 就是关于复活节的冷紫色 OK 下年哪一项不是复活节的常切食品呢 A水煮蛋 B十字面包 C杏仁水果蛋糕 D烤棉花糖 C杏仁鸡蛋 C杏仁鸡蛋 为何你这么肯定 因为我觉得烤棉花糖 应该是现代的东西 水煮蛋不现代的吗 不现代的 十字面包 天天都吃的 不现代的 是要坚持一点 那给你三分 刚才说 常切食品不止一样 所以我会再问大家 下列哪一项 什么 哪一项 是常切食品 已是 什么事 小天 对 他说他猜但是我这样 小天你给阿鲁迹答吧 D D是敲阳毒 是吗 OK 果然是不应该老迹答 给客户 OK Vani A 芋蝶饼 我猜 芋蝶饼 对你猜错了 猜猜B B是吗 棉花糖 就是你觉得 因为这个答案最正常 最似是鸟杰糖 是啊 但是你猜棉花糖 但是答案是鸟杰糖 棉花糖真是 真是一个复杰的 尝试食品 在美国 在面包上也是上次食品 福活节正式入期的准则是怎样 即是怎样定义为福活节呢 原来都是 我看到好像 好像快一点 YES OK 10 快点 我们看了 C 你读一次出来 你看看 每年的首个满月之后的首个星期一 你这么慢行都能读到 的确是这个答案 我刚才有瘟的 给大家看 你肯定有瘟 瘦冷节之后的 为什么不是瘦冷节做三 因为瘦冷节计的第三天才是 不是瘦冷节后三天 应该是之后两天 对 这样才对 那是什么牛鸣 不要紧 因为我知道你读佛教学校 这件事 牛鸣是很合理的 所以每年的福活节都不是同一个 没错 因为它不是指定日子 就好像父亲要不要亲子一样 就是说什么五月第三星期 六月第二 什么东西 那不是什么犹太教的 OK L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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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 福活节有种动物 是会代表它就是福活套 为什么你都扮福活套小军 你以为是穿白色的扮福活套 但是为什么兔子会成为福活节的动物 A就被春天女神救活了 因为这样所以成为代表 B就是兔子好像初生业那样纯洁 C就是耳朵像一只蛋 D就是它是第一个见证了人福活的动物 B B OK 你觉得兔子会初生业那样纯洁 我明明说到兔子很邪恶的 常常搞电视 很害人 阿光 老师老师老师 D D 第一个见证复活的动物 第一个见证复活的动物是人 OK 笑片笑片 A A 阿光是被春天女神救活 因为其实复活节有很多典故历史 除了说耶稣的三天復活之外 亦都在说不同的宗教 有个叫春天女神 不论是什么名字 不论是什么名字 有些兔子重活了 然后就开始用兔子来做代表 成为復活节的代表 好 为什么他要救兔子 这个我再帮你再查一次环基 我也忘记了 因为他神结如初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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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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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打都好 你都没有分 这个很容易答的 和今年復活节 同一天的国际节日是哪一天呢 是说今年的 Roni 胡思 胡思 穿睡衣 我知道你很想穿睡衣 今天 有错 当然是错 倒职 错了 B世界香蕉日 世界香蕉日 你肯定有看到 我们JMK之前世界香蕉日那条片 哈哈哈哈 我有点印象 你有点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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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答错 抵达 世界香蕉日是四月第三个星期三 OK 好 还有两个 A和B是哪个 B 芝士波 芝士波日 我知道你很喜欢吃芝士波 肯定是你才选的 但答案是B 因为呢 刚才说 復活节其实不是指定的一个固定日子 所以每一个 节日都会有机会和其他overlamp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国际节日呢 首先看多一些GMK的国际节日的节目 或者上这个Day of the Year 可以看到很多这些东西 为什么復活节都叫復活节都呢 A 这个岛在復活节当日被发现 B 当地的岛上面有野生图 C 当地人民崇拜復活岛的女神 D C 传说 这里是一个復活的地方 B 我猜是B B 我猜到应该很难是传说復活的地方 因为如果在耶稣復活的位置上 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岛 所以下个 我看到Bonnie C C 那是一个岛 一定是有些传说 下个 我猜到下个 我猜到 A A 为什么你会选A 但是它补答对了 有一分半 一分半 一分半 发现的话 就是发现的话 就会说过命 哦 明白了 一定是这样 所以 Queen's Road 就是小Queen发现 发现出来的 一定是这样 完全明白 波波浦知 英文字EASTA 其实是源自哪一中文字呢 B B 拉丁文 为什么你这么肯定 小鹿卡 我喜欢 你喜欢拉丁文 你喜欢跳拉丁舞 不要乱回答 我回答我 拉丁文 3分 好 好 复活节 大家都知道 有蛋 这个蛋叫彩蛋 A-State X A-State X 其实现在很多人 有不同的意义 去解采彩蛋这件事 但是彩蛋原生的意思是什么呢 A就是代表复活重生 D 真的像现在彩蛋的意思 这样提供隐藏讯息给人 C 就是神迹的证明 而D 就是 你一定要对这个东西 有认识的人 才可以找出一些内容 这个是否就是代表彩蛋呢 例如你看电影 你看了很多Mavro的电影 你一定要认识Mavro的电影 才知道 它里面E-State X的内容 是什么 是否这个答案 A B C D BONNIE A A 所以复活重生 为什么呢 我解采后面有这么多 但完全没有理过 只是答A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说得太多 因为复活尖 其实 真的是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 只不过是 曾经有一个 有人玩过 一个叫Instagram的游戏 的时候 把蛋藏在不同的地方 叫人去找Instagram 找出来 也慢慢演变了 就是人们去看一些东西的时候 看到同一个画面上 有不同的内容 讯息 他就找出来 就变成Easter Egg 现在的概念 完全听完 看眼神 是不明白我说什么 不忍耀 OK 好了 下列这一套 是哪一套的电影 先是说复活节目关系 A复活的F B无限复活 C复活反斗王 D复活次元 你按了 知道我看到了 你回答吧 C 复活反斗王 我明明听到你回答复活次元 看 这条其实应该不是很难回答 复活反斗王 复活的F是龙珠 复活现在看正意见都知道 复活次元是Matrix 下列哪一套 不是讲及耶稣售难过程的电影呢 又是小Q小Q A期 《万世巨星》 《万世巨星》是一套很出名 讲耶稣售难的电影 想起来一个名字 想起来一个名字 C 《沙漠中的最后时日》 这一套是一套近期的电影 是Star Wars的OB-Way主角的电影 他就讲耶稣在沙漠中 为何可以新改的火车 做什么受难的 完全不理我了 Jay 说吧 按吧 幫他蒙特利尔的耶稣 有耶稣就是耶 有讲故事 讲受难的 其实想告诉你 答我就是受难记忆 为什么 其实很有趣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受难记忆的确 原本受难记忆的第一集 就是Mel Gibson 是真的想着拍《受难记忆》 就是说耶稣死了之后的故事 但重点是 重点是他还没拍 他还没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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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他拍起 都是说他死了之后 那不是他受难过程 不是受难过程 所以是不是也不适合 放心吧 我已经帮子带了头套 好 依然都是一个电影的题目 哪一套是去年2010年 不是2010年上的 復活节电影 A 薩神 Nobody B 复制人随复 C 真生复无伤 D 真人快打 5次C C B 复制人随复 他是吃正复活节 当其出的一套 OK 下个 老迹 D 真人快打 真人快打 都不是 小编 小编 C C 真生复无伤 真复无伤 真复无伤是4月尾做 所以当时已经过了復活节 那个放棋 这件事 我都说就算你抄云基 都未必找到这个答案 好了 继续都是冷知识篇 下列 哪一个復活节的民间习族 是起源于基督教的 A 将復活蛋 填上七彩颜色 B 食十字包 C 大数损 D 全部都不是 D D 全部都不是 你读过这一方面 你这么肯定 你觉得这三个不是 D 三个都是 C 大数损 C 大数损 新年 外国 外国 不是 不是 C 大数损 但是吃十字包 都不是 不对 吃十字包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我想告诉大家 对 是真的 是三笨 因为基督教 是没有特意为了復活节设计任何的习族 这些习族 全部都是民间自己想出来的 所以是完全不乱的 所以这个就是以上教 比较小编 凶有成统 嗯 你这样说我也是不知道 我觉得学校是 我读佛教的 好了 睡觉 好了 刚才就是冷知识篇 那些的知识 全部不冷的 因为 因为呢 的确是违基运动的 全部都是一些关于全球的復活节相关 因为呢 在香港大家对復活节的理解就是放假 其实就是 但是其实在外国有很多不同的仪式去做这件事 那下面有些什么呢 哪一个亚洲国家会过復活节呢 因为呢 亚洲其实相对地没有西方国家那么推崇 就是会做復活节的事情 香港会有 但香港移民还有哪个国家有呢 韩国那本 泰国印尼 小编 印尼 因为你印尼画的 是啊 下一个 下一个 二 四 泰国 泰国 为什么是因为你泰国画的 因为我不是韩国朋友 哈哈 我就问你这句 我就叫他嘻嘻 真的有 真的有 日本和韩国不是没有 但是他们不是很 真的整个折日放假 但是他们有些活动 特别是商业活动 你知道会会折的 OK 下一条 下一条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復活节习族呢 A 放山海归 B 丢鸡蛋 C 做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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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复活了 放山马那些月份 有新机 真的放山海归 真的放山海归 另外三个我作出 OK B 很棒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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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复活动 准备活动 其实有很多复活节习族 我继续会问下一个 B 一个不是复活节习族 A 放假 B 就是那些 Trick and Chase C就是烧了由大去,因为他害死耶稣 D就是怀疑耶稣的活动,即是纪念的活动 好,Bony B,即是七个选择 但在北欧真是一样的 A放假 你没有放假的吗? 不是真正的 你明天回来上班 你继续吧 阿哥 OK,路直 C 烧油大画像 是 深收大画像 D你觉得是没用的,因为已经没回答了 其实没有特别怀念耶稣 因为现在復活了,不用怀念他 下列哪个是因应復活节而衍生的国际节日 A就是美国白宫滚蛋节 B就是引来十字架体验节 C就是芬兰復活蛋制作比赛 D就是泰国復活蛋节 好,再继续吧 C C 芬兰復活蛋制作比赛 我不相信可能很多地方会做这个復活蛋制作比赛 但通常他们所谓的制作就是画些东西上 不是特意弄一颗蛋出来的 所以下个 好 Wani B B 十字架体验 因为这个比较特别 大家一起感受耶稣 怎样扔着我好痛 流血的 这些太暴力的 我一节目不做这些 下个 OK,投赛 B 泰国会放下 你这么无契 你都觉得是泰国 真的有一个叫美国白宫滚蛋 真的有这些 好玩 可以找一间蛋的公司赞助玩这个游戏是什么玩法 OK,Next 好 澤艾草 是哪一个国家的復活节的衍生习族呢 有设定 艾草 B B 爱尔兰 B 和英国相关 这件事跟英国没关系 B B 烏克兰,我绝对觉得你是猜的 大家不猜的 因为大家都没有重考究的 我真的会很难 我当时 你不是拿了两分而已 类似最好一个动作 不过就专门 对 哪一个国家的復活节 同时间 是称之为狂欢节的 A,印尼,B,泰国 C,C,D,菲律宾 D,菲律宾 OK,Donny B B也是泰国 你以为之前是泰国 今次是泰国 什么鬼怪泰国事 下个 A A,印尼 印尼,印尼华调 我说出来了 C,我是一个国家 一定要说 OK 如果印尼你是总统 你会搞这个节日的 好,下个 好,阿希 C C 为什么你会听他们试 答案是菲律宾 菲律宾 菲律宾真的会视復活节 是一个他们很天同气的智人 所以真的是黄欢节 街上有歌又舞 菲律宾 所以如果大家想復活节 感受到的气氛 就是菲律宾 菲律宾 好了 奥地利的復活节 特别的庆祝方法是什么 A,连续吃三日鸡蛋 C,扮復活蛋 C,跑竹场 C,D就是太阳星的这些时候 跳起三次 玩大它D 我认为D 为什么要玩大它呢 我觉得可以D 四个都是无契 你觉得可以D 你觉得可以D 但答案是D 四分老直 他真的 他也挺严慌的 他就是说 那三下代表他復活 但一定要是黎明升起那一刻 才做得到 其他时间都可以 所以刚才我也说 世界各地不同的復活节 庆祝节的庆祝节 很多很特别的高期 很可笑 但是香港没有机可票 因为大家基本上只放假 好 过来一起跳 每天一起跳 一起跳 我看音 看一看 和之前的题目有少关系 德国復活节的 装饰物主 或者是格子 OK 等我说完先 A红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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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主要是黄色做主色 基本上没有什么国家和紫色 红色都依然有 绿色就键上去的时候 哪一个国家没有庆祝活节 但是有民族风味的 復活蛋诞生的活动 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这件事很正 而一内传众 他说这个国家有一个很正的 復活蛋活动 A 中国B日本 资格务就是B人 是否小边 是小边 通常都是最快 我就算不看 是否这样才一定会 中国 中国 所以因为中国 一定有中国特色的东西 是 错了 B B 日本 其实刚才有听到我说的 你都知道 我刚才不小心 到现在我说 日本有一个很特别的 復活节节目 他们就是将一些 纸 用一些纸黏的 自己弄成一个纸的兔子 然后一些人就觉得很漂亮 很有趣 世界就说 跟着一起玩这件事 但是日本本身是没有復活节加的 白武达庆祝復活节的方法是什么 A 放空增 B 滑雪 C 游水 D 白武达 大家知道白武达在哪里 三角 我都不记得了在哪里 那个DELTA 三角型 会不会和三角有关呢 有没有BD和三角有关呢 放风增 你试一下按吧 好 放风增 为什么 不要紧 你去白武达问他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违基 你问我为什么 所以就是特别 为什么 你问他 你升起白武达人 问他 OK 美国的复活蛋战里面 有一个叫做烤鸡蛋游戏的 Egg Knocking 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呢 A 一分钟之内烤最多的鸡蛋 B 两只鸡蛋互片 互烤哪一个烂为之输 C 用任何方法令到鸡蛋高空着地而忽碎 D 就是 用身体各部分 烤鸡蛋 但是呢 令到鸡蛋是不会烂的 好似的D 你试一下 B B小鸡是不是D 你不要经常推小鸡蛋出来 烂头捉 帮你细一边打过去才行 阿哥 Johnny B B 为什么是互烤过我都烤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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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一下 因为一分钟里面烤烂的鸡蛋 就很浪费 我觉得不是A C又好像不跟烤鸡蛋似的 Nila都觉得B不浪费鸡蛋 当你把鸡蛋弄碎不吃的时候 他也是浪费鸡蛋 不过就是正正因为 他这个不合逻辑的想法 B 有两分 OK 有一些国家很奇怪 他们复活的字 和鸡蛋没有关系 他们是温水男女孩的 在哪个国家呢 A 墨西哥 B匈牙利斯 南菲地丹 这个姚女孩 真是想去撥他 就是撥水节 但是为什么要撥女孩 对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撥女孩 你问一下那个国家 小鸡我才能按了 我看到 究竟小鸡可不可以有一次 是冲出来答对 而不是答错的 C C 南菲是不是 你觉得这个国家 就比较暴力一点 是啊 哎呀 你经常都带小鸡下个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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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答错的 是 鸡蛋 是的答案是鸡蛋 即够空 是空 还是空 吵下你 但是他说不要问我我真是不知 我心救不了这么多 正常每个国家都很奇怪 好了又是欧洲来欧洲了 瑞典和芬兰呢 A帳戶都被人消了 大家消費一下子道 你按吧 D 你是保持優良的傳統 好 C C B 不是他先說 C還是B B B OK 下個 C 兔毛袋 正常大家想到兔毛袋是跟兔有關的 但答案是A 是水壺 他有個鐵的水壺 真的用鐵的水壺會裝著那些的復活蛋 糖 這個真的很喜歡看 哪一個是挪威復活節的慶祝方法 A 看宗教電影 B 不停地看連續劇 C 看犯罪小說 D 看程式物行 A A 看宗教電影 這是一個很正路的答案 我放得這麼厚的問題 你覺得這麼正路的答案 下個 C C D 看程式小說的話 是 程式文學 你平時一個星期看多少 程式文學 就代表 接下來會有新的生命 哇 好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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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想告訴你 真的是錯的 好強 好強 看犯罪小說 看犯罪小說 很慶祝人 真的要看這個犯罪小說 去紀念這件事 嗯 很特別的 這件事 北歐有很多連環殺人版 我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很多連環殺人版的電視劇 是北歐彭的 OK 犯罪小說就是這個答案 C 阿佬立刻補答有兩分 好了 我想跟大家說 完了 哈哈哈哈 因為呢 其實復活節呢 不像是我之前想過的鬼節 或者這麼多不同的習俗 或者有些很特別的冷紫色 因為真的沒有很冷 因為那些紫色全部都冷的 不是特別冷紫色 很多人都沒有聽過 所以我呢 已經是扭盡錄音 攪盡錄音 才想到一個三十多題 是電影那些硬來做給大家 為了復活節的巧克力 的情況下 送個巧克力餅給你 謝謝 晚上那一頓 我們自己去吃巧克力 是啊 各位觀眾呢 如果喜歡看我們GMK的問答比賽 即是我們嘔心匿血的製作組 去想一下這題目 如何玩完比賽的話 歡迎大家留言 說一下你下一次 是想看什麼的問答的內容 可不可以叫這幾個人去答 看看他們是不是有20點不分 OK 看印尼華 看印尼華 好了 今集時間就真的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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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Easter